即将出笼的这个日本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 使用高压一词来形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活动 显示出呢 日本对中国海洋扩张的高度警惕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来了解详细情况 小玉你好 许伯你好 小玉 日本防卫白皮书呢 对中国海洋活动 这个具体论述是什么 是怎么阐述中国的这个海洋扩张活动 是的 许伯 今天星期四 日本主要媒体朝日新闻 共同通讯社等 披露了日本最新版201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概要 这份白皮书概要中 针对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 指出中国采用了高压的态度 以实力为后盾 试图改变现状 那么针对东海的局势呢 白皮书还指出中国在东海的活动也日趋活跃 具体的比如今年6月 中国的军舰首次现身钓鱼岛 日本民间隔列岛 日本主张的领海附近寒域 另外在空中 中国军机开始南下飞行的趋势显示出来 另外 日本自卫队针对中国军机采取的紧急升空行动呢 也在急剧增加 那么从这些阐述来看呢 日本媒体分析 这凸显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海洋扩张行动的极大的危机感 另外这份白皮书针对朝鲜问题指出呢 朝鲜可能实现了核武器的小型化和弹头化 谴责朝鲜多次不断的进行军事挑衅 另外我们知道这份白皮书是去年夏天 日本成立安保相关法之后的首个白皮书 为此白皮书呢 特立了章节阐述了这个相关法的问题 强调了安保相关法具有历史意义 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这份白皮书预计在8月上旬 提交给内阁会议并正式对外公开 取播